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上保鲜膜 刷上几个孔 水开后上蒸锅 大火蒸10分钟左右 时间到取出来 解开保鲜膜 用刀划成小块 滴上一点香油和生抽 撒点葱花即可食用 一道美味的鸡蛋哥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满滑 也有美味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长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